就当时我们在这里吃饭 然后突然就看到这边有个黑黑的东西 黑黑的东西仔细一看它是一个蘑菇 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很诧异 怎么会好好地长蘑菇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软垫给拉下来看了一下 里面都长了好几个蘑菇 这块是什么东西 这里的话是一个卡座 就是这里是餐桌 我们坐在这里吃饭 然后就看到了 童女士的房子89平方 去年十月精装修交付 她说收房后 自己在餐厅里做了个卡座 可以坐在上面吃饭 当时蘑菇从卡座的软垫 和墙壁的缝隙间长了出来 自己看到后 没心思继续吃了 找来了物业工作人员 和当时做卡座的师傅 把卡座拆掉了 拆掉了之后 才发现后面就是全是水 然后那个剃脚线那边 都是那个水珠在上面 下面全部都发霉了 地板下面也有水 现在餐厅一角的墙纸被死掉 露出的墙面有渗水的痕迹 部分地板也撬开了 餐厅这面墙的另一侧 是主卧卫生间 童女士说 开发商来查过渗水原因 她是说 可能是浴缸那边的水过来的 然后就是把浴缸的那一边 打了一下玻璃胶 但是照理来说 如果浴缸那边水过来的话 应该是不会说有这么多水的 地板这一大块全部都泡了 童女士说 现在走进主卧卫生间 还有一股霉味 之前住的这一个月时间 浴缸的使用次数不多 而且泡澡时 不太会把大量的水洒到外面 平时在使用浴缸的过程中 有没有感觉到 比方说用着用着 它会有水便少的情况 好像有一点 但是不是很多 对 这个就是没太注意 那这个浴缸下面那块地面 有没有查看过 会不会有湿湿的情况 但是我看不了 因为它那里只有一个 那么小的一个孔 是开发商那边过来 他是说 没有问题 小区物业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领导都在外面开会 他们不方便接受采访 记者电话联系上 上海三乡装饰公司的张经理 他说 公司负责小区的精装修项目 自己在对接童女士家这件事 派员工上门看过情况 一个是排出的浴缸 下面的那个排水的 我们是打开它检修口 然后查看了它下面的下水 确定了它在排水管 下水是不够的 然后我们也进行了那个打压 就是让泥水管的打压 进行了打压 打压以后发现 上面的泥水管也是不漏的 包括地卵 包括地卵管子也是不漏的 滲水的原因 可能是浴缸的那个墙砖呢 有凤子 我们已经把它除掉了 每一位是那个 以前可能漏水的时候 那总部还有一点美味的 童女士说餐厅被拆成这样 现在房子没法正常住 只能先搬到 萧山另一套房子 每天送孩子上学 很不方便 希望对方能够赶紧维修 地板跟这个墙面 开发商那边是说 给我更换掉的 现在就是那个卡座跟软电 对开发商那边就是说 给我把它擦干净 然后再给我放过来 但是那个柜子就已经 泡到了 已经瘴开了 但是我们是查了 我们认为她那个卡座 认为她的位置 其实后面人家是没什么问题的 她只是贴的 因为她是贴在那个墙上面的 可能她的墙纸 墙纸呢 你也有受潮了 她其实那个 有外表面受潮了一部分 显示出来 如果确实是她那个 上面受潮了 张开了 我们可以给她做一个 张经理表示 她会向领导再请示一下 确定具体的方案 再给童女士一个答复 188黄金眼 记者报道 至少 impactful 这个过程 也好 这小可以刮 flu